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日前宣布 消费税在上个月1号降至0之后 全国有70%的商品降价了 不过似乎有不少民众说 他们感受不到物价下调 生活负担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减缓 就连乌清团副团长沙里尔苏菲安 也要求贸销部部长塞夫丁公开这份调查报告 让人民自己审查报告结论是否符合真实的市场价格 塞夫丁今早巡视巴扬巴鲁巴沙之后 捍卫这项调查结论 他表示该部从6月1号起到30号 向全国1688家商店展开取地行动 检查了417种商品价格后 得出了有70%的商品降价 降幅鉴于0.04%到13的结论 除了检查物价之外 塞夫丁说该部也在这一段期间 对一些名玩不灵的商家采取行动 当局稍后才会公布细节 塞夫丁也指出 商家们都认同消费税归零之后 消费者更愿意消费 这助长了市场买气 带动国内经济 NTV7综合报道